今天我要和朋友们分享好吃又简单的办法 这个晚餐的做法非常简单 用腌好的樱桃萝卜办法 真是非常的开胃 腌好樱桃萝卜后 这个晚餐只要10分钟就可以完成 非常适合忙碌的上班族哦 我有几百个早晚餐主意 都会慢慢分享给朋友们 今天选在我家的海洋空间用餐 这是九年前我设计的 都是我自己画的 在这里也记载着我家三个孩子的快乐童年 这个晚餐很重要的原材料是樱桃萝卜 所以我和孩子们从撒播樱桃种子开始 看着它们慢慢长大的过程 真是满满的收获 孩子们把萝卜石 可兴奋 可期待了 可兴奋 可期待了 可兴奋 可期待了 首先我们要把樱桃萝卜 首先我们要把樱桃萝卜用机器切成 在樱桃萝卜 然后在另一个容器里混合糖和苹果醋 混合均匀后倒入放樱桃萝卜的瓶子里 放冰箱至少两个星期 这样樱桃萝卜就腌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煮米饭 煮一碗好的米饭 也是做这道晚餐的重要因素 最近我很喜欢用这个陶瓷电饭煲 煮出来的米饭真是好香 一碗白米饭就让我感到满满的幸福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做铺在米饭上的食材 先来炒肉馅 在锅里倒入油和肉馅 再倒入这两瓶韩果烤酱 分别各到一半 或者哪一个多到一点也没关系 混合这两个调料 炒出来的肉很好吃 非常的简单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切一些甜椒 紫甘蓝香菜 然后我们把米饭放在大碗里 樱桃萝卜腌好了 你们看这个色泽非常好 我们在米饭上依次铺上炒好的肉馅 海藻 海藻 煮好的虾 紫甘蓝 甜椒 还有香菜 加上腌好的酸甜口味的樱桃萝卜 一起搅拌后就可以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这碗饭真是非常的开胃 是不是也很简单 我一口气可以吃一大碗 上面再撒些海苔和白芝麻装饰 这样米饭就做好了 接下来我要开始布置海洋晚餐的餐桌了 这样的米饭很有海洋风味 在海洋空间用餐也是很有乐趣 我从超市里买了仪贝干贝等稍微加工就可以了 可爱的海洋晚餐就做好了 一起来试试吧 为家为孩子们带来更多的乐趣 爱每一天 爱每一个晚餐 我为你做好晚饭了 欢迎朋友们订阅我的频道 我还有很多早晚餐主意 点心主意 餐桌布置主意 要分享给朋友们 别忘了给我点赞鼓励哦 谢谢